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石头剧教 今天上午林郑月娥的寿终正寝 绝不收回 绝不撤回 成为了一个经典的话语 基本上香港人反应的 我个人觉得反应的相当的直截了当 相当的清晰 那世界各地媒体也都在针对他的做法 有一个评述 他在 我今天在夜里的时候 那篇节目已经跟大家分析了 其实他这里面一再一再强调的概念 就是绝不撤回 就不用撤回这个字 然后呢 寿终正寝呢 他有一个时间性 他在解释中也有时间性 立法会已经关闭了 不再开会了 不再讨论了 再讨论就明年7月再说了 所以他就说 这一年根本就实际就失效了 没用了 但是如果 但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就是撤回的概念 撤回政府承认失败 承认这个提案的本身的 它没有任何 它就没有任何合法性 提案的本身没有民意 对吧 那撤回是一种自我否定 自我完结 自我否定 而寿终正寝不是在行政 就是不是在社会层面 行政层面或者司法层面 一种法律上的语言 寿终正寝是形容词 他们自始至终用的都是形容词 他们自始至终回避 却有关具有法律词汇 撤回是具有一种行政法律上的一种用词的 所以他全都用共产党的形容词 去代替一个具有法律效益上的用词撤回 什么意思呢 撤回之后 他在以后的时间段里面 很难再重新拿出来 23条 当年撤回之后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 他都很难再拿回来 因为执政的概念和司法的概念 他必须尊重时间的延续性 他必须尊重早前在早前相关案例当中的 他在处理的条款 但寿终正寝不是 寿终正寝 说昨天寿终正寝了 今天我又拿出来 为什么 因为昨天死了 今天又活了 又复活了 这是完全可以 这是我一直跟大家说 这是形容词 这不具备一种约束力的 不具备任何的说法 但是呢 他为什么敢这么说 他敢这么说的原因是 他根本不相信神来的 他只相信自己的权力跟手段 寿终正寝那个词是手段 不具备约束力 是手段是欺骗来的 他宣展的那种氛围 但是呢 寿终正寝 可却类同于 习近平的方德史中 对于不相信神的而言 他天主教就瞎拜了 他自己信天主教瞎拜 他只相信他的权利 不相信真正 神明的那一概念的时候 他为了竭尽自己的 为了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惜使用某些 在生命概念当中 不该使用的词汇 他用了 寿终正寝 董建华1937年出生 7月7号出生 这是寿 这是开始 那他是777获得选票 2019年7月7号 我们看到了这个 九龙的大游行 九龙大游行 这是一个相当 特别相当改变的 就这么讲嘛 相当特别相当改变的方式 到了7月8号 这个黎智英跟这个 何润施走向了世界的舞台 现在今天人们公认 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了 向中共而去了 7月9号 他就用了寿终正寝 这个词 所以他跟董建华 在七的概念中 形成了相互对应 我刚才上期节目 跟大家说那个 太阳系的这个 地球在七的概念当中的 对应 我朋友说 陶哥太爱听你这么说了 其实大家要明白这个意思 人的三魂七魄 跟地球 跟地球在太阳系当中的相关的位置 正好对应在一起 正好对应在一起 我们人的生命 跟这太阳系的位置 正好对应在一起 我说七的定数的完结 其实就是沧海桑田 这种大的概念的结束 开启的将是九 九对应的是一 那头是九 三对应的是七 你看很有趣 有朋友说灵 我也说灵我看不明白 有朋友说我最对灵最感兴趣 灵 灵数 在我们人的生命之外 应该是那个概念 是起始来的 灵是没有的 世界来自于无形之中 你想想 道家的说法是不是这个 混沌也好 无形也好 那修炼是讲什么 佛家讲空 道家讲无 就是那个灵 那一到九呢 是更大的循环 所以我人的生命的珍贵 我们今天遇到了这么大的事情 我希望朋友能在 我个人的描述中 你的视野能够扩展 能够扩展 我个人希望 所以他用了这个词 寿终正寝 这个词 是对应了习近平的方德史中 也对应了 这个东建华的 也有三个旗 说死了 但他是为了逃脱自己 为了坚决 不用撤回这个词 所以撤回就完了 所以你可以讲到 我没跟你说吗 死凿死硬 死凿 死凿是八大岭 地区人说的话 就是鱼木的胳腿 死凿 鱼木的脑袋 那东西太硬 鱼木的鱼树木里头 有时候树上都长 那个大截子似的 就那大截子 所以我们说 鱼木的脑袋 鱼木个的死凿死硬 那东西特别硬 鱼木本身就是硬砸木来 做家具 它的木纹好看 如果你做木地板的话 木纹好看 鱼木单身上太硬了 做木匠的人知道 那不好办 林郑至今依然拒绝说撤回 多国媒体都留意到 所以这是习近平不许撤回 明年重新拿起来 过了这一年重新拿起来 撤回就重新拿不起来了 所以他用形容词 把自己整死了 为了不说撤回 而说了这个 这个寿终正起 所以把自己说死了 这是不同的媒体 英国BBC广播公司 全美国 美国的广播公司 都注意到这个问题 这是英国的卫报 香港他说死了 但他不说撤回 对吧 他不说撤回 这是SkyCon 天空新闻 他说死了 他不说撤回 这都是英文的 主题的新闻 我不知道 他这叫亚洲 日本的朝日新闻 香港的老板说 死了 在这个东西死了 但他死了 不是死 我一直跟他说 死了是 是这个形容词 结果他把自己说死了 他把共产党说死了 这主意一定是习近平来的 新加坡的海峡时报 他说死了 他也说死了 全说死了 CNN 他说死了 但不说正式的撤回 对不对 彭博社 他说死了 全说死了 全世界都不在报道 他说死了 死了 这是 CBC 加拿大的 国家广播电台 中央社 台湾的 没看见 他说死了 所以这是不同的 这是世界 从世界的角度来讲 中国的大新闻 受国际媒体关注 在今天早上 见了记者 多家传媒都报道 显著的 人们都在注意到的 一个概念 就是他说死了 宋忠死了 但是呢 不说撤回 其实我觉得 就是对应了习近平 命了 命理上 那7月9号这天 完蛋了 这是我们刚才讲过的 都在显著的栏目中 登出来 那在报道中 都用了寿终正寝 这个词 引述了他在政府 工作上 叫完全失败 寿终正寝 说了 而且 很多传媒留意到 他就不用撤回的法案 卫报呢 在标题上更指明 他没说撤回 CNN也说了 他叫已经真诚的道歉 但社会上质疑 政府是否会重新启用 启用该法案 因为他只是说 没有计划再提出 没有计划再提出 他却可以随时提出 所以这是他的奸华之处 极端的奸华之处 但却给自己 命运中 命理中 用了一个不该自用的词 死 寿终正寝 同时间他翻译了卫报 拒绝 示威者拒绝接受寿终正寝 所以卫报认为 示威将持续下情 所以他用词 寿终正寝 卫报访问了香港的示威者 他们担心 他们担心 单凭 这个林郑月娥的承诺 随时都会有机会 死而 死灰复燃 所以 我们刚才看到 CN的在描述中 他也说 他拒绝使用法律上的语言 撤回 这是最关键的 这是最关键 所以这是表明 在这场 这场斗争中 在这场善与恶的搏杀中 习近平也好 中共也好 林郑也好 还一定是一条路走到黑的 相信他们现阶段 不会接受林郑的说法 示威者的诉求 已经上升到 落实真普选 所以示威将会持续 这就是我们刚才 那期节目讲了 已经完全升华了 当落实 当强调回到真普选的时候 他的抗争的对象 是中共政权 而不是 而不是特区政府 不是 没有响应 示威者撤回一次 反而说出了 寿终正寝的成语 那这是用玩弄语言的尾数 如果他拒绝满足 他们的要求的话 抗争将进一步 有人提到 如果法案没有撤回 根据立法会的规则和程序 那有着死灰复燃的空间 日后是否重新启动立法会的程序 那单靠他的承诺是没有用的 林郑其实是什么都没有说 他个人的保障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 没错 所以香港人在这次的抗争中 变得越来越成熟 其实就是对中共的所有那一套的手法 全都认清了 他越这么讲 人们越能认清他们的面部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 寿终正寝这个词 他却用到了 对应在与神同行 对应在万劫不复 所以在他的魂魄的一面 他真的死了 他欺骗也好 怎么样也好 真的死了 他在对应着 他在对应着 神在人间的这种 与神同行嘛 那么我们会看到有一天 神在人间的 神的神迹 神像 在人间的这种再现 这是对应出来的 所以 他反映出中共魔鬼式的品质的时候 他的生命卑劣的一面 在透显出来 这是我们一再说 这个巴黎圣民院的那一幕 会显现出来 这些都是过程 即使破例被撤回 但示威者未必会妥协 律师兼作家叫戴安通 这是洋人来的 人们对林郑基政府 存在着极大的不信任性 是 对不起 那这些举动不会被接受的 所以示威会持续的 而公民党的法律界的议员 姓郭 寿终正寝 但人们不再相信他 是 所以与其他说 这个条例寿终正寝 其实是说 中共在寿终正寝 他对应了 董建华的气 习近平的气 和他自己的气 对应的 但是这个时间点是个大转向 就是从7月7号起 抗争的人把目标 转在了中共政权上 习近平跟中共政权上 而不仅仅是林郑月娥 郑宇硕 这是香港 原来香港大学的 示威会继续 人们想要具体的结果 对现实见到的情况 不满意 没错 这是非常显然意见 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 几乎如果我们有时间 再跟大家分享的话 你看到来自于不同方面的拒绝 但郑宇硕相信示威会持续的 诉求已经超过了纯粹的 要求撤回的修例 他们同时要求政府重启政改 要求落实真普选 那要求落实真普选的话 你会看到在这个过程中 林郑月娥完全失去了合法性 完全被自我的淘汰 被自我的寿终争取 这是真的 因为诉求已经超过了 那个五大诉求 诉求已经 从五大诉求不被满足的时候 上升到真普选 王志峰 他也认 他说示威会持续 政治运动的核心要求是 自由选举 所有 因为所有的管制危机 都源自于政治上的不公 没错 这是从政治的角度说的 应该讲非常成熟 就是他们对待这些事情非常成熟 感谢朋友们的咖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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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